面对不爱之人的求婚 你会做何选择 这个女孩正面临着这样的处境 对方是个贵族公子 地位高贵 家底丰厚 母亲在台下期盼地看着她 女孩却犹豫了 就在她纠结之时 旁边突然冒出一只兔子 冲她指了指手上的怀表 女孩让宾客等她几分钟 接着便朝兔子追去 兔子将她又到树洞旁 自己先行钻入 女孩俯身打探 不料却失足跌了进去 女孩名叫爱丽丝 从树洞跌进了一间房子 房子的大门紧锁着 桌上有一把钥匙 她拿钥匙试了试大门 结果全都打不开 掀开帘子才发现 钥匙是打开小门用的 可是门这么小 根本钻不过去 她一回头 发现桌上多了一瓶药水 上面还写着喝了它 爱丽丝怀疑自己身处梦境 大着胆子喝了一口 结果突然就变小了 小爱丽丝身上还挂着衣服 她跑去开门 结果门已经锁上 钥匙还放在桌子上 怎么也够不着 这时她又发现地上 放着一块蛋糕 同样写着吃了它 她吃了一口 结果开始疯狂长大 衣服同样跟着长大了很多 有了经验之后 爱丽丝学聪明了 她先拿到钥匙 接着喝下一口药水 很快整个人再次缩小 衣服也跟着变小了一截 爱丽丝从小门逃出 发现自己来到了一片仙境般的世外桃源 这是一个奇妙的异世界 花儿长着人脸 动物懂得说话 还有一对讲相声的胖子双胞胎和她打招呼 双胞胎带着爱丽丝来到毛虫先知这里算命 毛虫先知让她打开预言书 根据书中所载 爱丽丝会在辉煌日当天 手持屠龙剑 斩杀恶龙 但是在此之前 她还需通过试炼 毛虫先知刚说完 一只班德怪兽就冲了过来 身后还跟着许多红桃士兵 爱丽丝一路奔逃 怪兽在后头紧追不舍 跑着跑着 她突然想起来 这里不是梦境吗 于是转身和怪兽对峙 旁边白鼠看到这情形 跑到怪兽头上 一箭取走了眼睛 怪兽挥动爪子 将爱丽丝抓伤 她这才发现 火辣辣的疼痛感 无比真实 双胞胎带着爱丽丝 一路逃命 就在两人争论 该走哪边时 一只巨鸟突然飞来 将双胞胎抓去了 红皇后宫殿 爱丽丝独自进入森林 在那里遇见了柴骏猫 柴骏猫替她包扎好伤口 带她去见了风帽子 风帽子看到爱丽丝 很是激动 她终于见到 传说中的天选之人 就在两人聊天之时 红皇后护卫独眼赶了过来 风帽子急忙给她喂下药水 将威缩版爱丽丝 藏进茶壶 避开了独眼的搜查 独眼一走 风帽子赶紧带着她逃命 然而没走多远 猎犬就再次跟了上来 风帽子将她放上帽子 让她去白皇后城堡避难 接着将帽子扔了出去 爱丽丝独自留在荒郊野岭 跺进帽子底下 过了一夜 第二天 猎犬找了过来 猎犬其实并不坏 只是家人被红皇后绑架 不得已做了她的走狗 猎犬本想送爱丽丝去白皇后宫殿 但是 爱丽丝却坚持要走自己的路 去红皇后宫殿 救出封帽子 就这样 猎犬带着她 奔向了红皇后宫殿 宫殿外头隔着一条护城河 里面布满了被红皇后扔掉的尸体 爱丽丝踩着尸体头颅 进入宫殿内部 见到了红皇后 红皇后仍如其名 长得就像个红桃 头重脚轻 由头粉面 因为长了一颗大头 没法戴上王冠 所以家族只好将王位 传给了妹妹白皇后 红皇后极度妹妹 于是驱使恶龙 用暴力征服了这片国度 成为女王后 每天最大的乐趣 就是折磨手下 青蛙偷吃她的馅饼 她发现后将青蛙直接斩首 还要将青蛙一家做成火锅 走路走累了 就会换来猪仔 用猪肚做脚底按摩 平常的休闲活动 就是拿动物打高尔夫 爱丽丝还是个小人 为了救出风帽子 必须变大 她问兔子先生要来蛋糕 连吃几口 这一下变成了一个小巨人 衣服也给撑破了 红皇后对巨人很感兴趣 将她请进宫殿 当作贵宾招待 爱丽丝私下找到风帽子 想要解救她 可是风帽子却被锁链困住 要想救她 就得找到屠龙剑 斩断铁锁 在兔子的指引下 爱丽丝来到收藏屠龙剑的房子 然而班德怪兽却守在里面 她想起怪兽被取走的眼睛 于是找到白鼠 问她要来眼睛 将她还给了怪兽 怪兽感念爱丽丝的恩情 伸出舌头给她舔了舔伤口 没想到伤口居然不疼了 怪兽脖子上挂了一把钥匙 爱丽丝用钥匙打开箱子 果然在里面发现了屠龙剑 她拿起屠龙剑过来解救风帽子 就在此时 独眼却赶了过来 爱丽丝的身份被发现 大队士兵将她团团围住 危急关头 班德怪兽突然出现 带着她逃出了城堡 一阵长途奔袭之后 怪兽载着爱丽丝来到了白皇后宫殿 白皇后是个美人 长着一张大嘴巴子 看到爱丽丝这么高 于是将她带进了实验室 只剑往她药罐里不断加进材料 最后再吐上一点口水 配出了一勺缩小药剂 爱丽丝喝下药剂 很快恢复了正常大小 另一边 风帽子因为帮助爱丽丝 被红皇后判处死刑 士兵将她带到刑场 准备公开行刑 刽子手挥动手中巨斧 没想到这个风帽子 却是柴骏猫假扮 真正的风帽子来到广场 煽动民众反抗红皇后暴政 然后趁乱 带着动物们逃回了白皇后宫殿 此时辉煌日就要来临 爱丽丝也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她可以拿起屠龙剑 对抗恶龙 也可以扔掉宝剑 选择逃避 她该如何抉择呢 就在爱丽丝纠结之时 毛虫先知又出现了 她指引着爱丽丝找到了童年时代 那个渴望冒险 建功立业的女孩 找回初心的爱丽丝 身着铁甲 手持宝剑 和白皇后一起来到了战场 按照以往的规矩 双方将会派出最强大的战士 胜者就能成为国王 红皇后的战士重视强大的恶龙 白皇后的战士自然就是爱丽丝 人与龙的战斗就此展开 爱丽丝先声夺人 一上场就斩断恶龙舌头 让她没法再讲垃圾话 恶龙也不是善茬 一记恶龙白尾 将爱丽丝扫飞 接着又吐出龙雁 想要将它烧死 爱丽丝接连避过重击 但是屠龙剑却被打飞 眼看爱丽丝有难 风帽子及时拖住了恶龙 红皇后见有人犯规 于是发动大部队 向白皇后发起了冲击 爱丽丝捡起屠龙剑 且战且退 将恶龙又至神妙之巅 眼看前路已决 无法再逃 爱丽丝催动主角光环 骑上恶龙头顶 恶龙将它甩到空中 结果却被一箭断头 恶龙一死 红皇后也失去了威慑力 士兵纷纷脚枪投降 拥护白皇后夺回了王位 红皇后和独眼遭到流放 风帽子开心地给大家来了一段 福特维根舞炫酷至极 爱丽丝喝下恶龙之血和风帽子告别 接着回到了现实世界 宾客们仍然在台下等着爱丽丝的答案 梦游先进后 爱丽丝已经有了答案 她找回了自己的初心 知道了自己想成为的人 于是她拒绝掉贵族公子的求婚 继承了父亲的大业 她将带领公司将贸易扩展到那个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度 这个国度名字就叫中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